《龙竹英雄》 龙竹英雄,悟空终于成神,大神观人悟空做徒弟,地位超越比鲁鲁斯。 在龙竹英雄的情报中,悟空终于成神了,这一刻悟空应该等待很久了吧? 其实悟空成神早就有很多的暗示,比如在龙竹朝中比鲁斯睡醒后想要找到那个超神赛亚人,那时候的悟空还是赛亚人,根本就还没接近神这个说法,知道众人把力量给到了悟空之后,才发现超越赛亚人还有这样的境界。 这从龙竹超就说明悟空会一步一步成为众人心中的神,而在龙竹英雄中大神观就找见悟空,说要让悟空成为神,管理宇宙之间的事情。 其实这个职位对于悟空来说,他是不愿意做的,因为悟空不喜欢管束,他就喜欢自由。 但是大神观却说,可以收悟空做徒弟,这就有点的不一样了。 悟空是一位武池,他热爱武术,不管在什么地方,只要能超越其他强人,他都会拼命去学习,更何况是大神观亲自来教。 对于悟空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,因为悟空知道,大神观是可以直接秒掉维斯的人,所以跟着大神观,他肯定不会推迟。 那么有个疑问就来了,如果悟空真的当什么了,那么他跟比鲁斯两人的地位该会发生什么变化,还有他们之间的实力究竟是谁强些? 我个人认为是悟空比较厉害。 先从地位说起,悟空是直接被大神观收徒弟的,而比鲁斯只不过是维斯的人,从阶级来看,悟空是超越了比鲁斯的,毕竟大神观比维斯要高一级,再来看看双方的实力。 其实按道理来说,应该是先是让比鲁斯当大神观的手下,悟空当维斯的手下,这样才对的,但悟空偏偏超了比鲁斯,这说明在力量大会的时候,悟空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得到了大神观的认可。 所以我认为完美的悟空是强于比鲁斯的。 代者说,大神观是接近拳王的人,他的实力自然无庸置疑,很多人说,福想要挑战拳王,第一关打的人是天使维斯。 退一万步来说,福打赢了维斯,还有大神观,福是不可能赢的,但是看着悟空成为什么这一刻,感觉他的气质已经改变了,好像跟黑悟空没啥差别,希望悟空不要变坏了。 这应该是神族以来,第一次破例吧,悟空只不过是赛亚人,居然能当上神,这就是悟空的魅力,也是带领第七宇宙继续生存的模样了,之后龙珠超的剧情恐怕会被龙珠英雄给带拼了。 好了,本期就留聊到这里,如有不同意见,欢迎留言。 。